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通州上幼儿园 我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 甚至有点沉闷 不过我是个努力的人 结婚第二年 就买了一套运河边上的房子 180平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 已经算不错了 又赶上通州变成副中心 房子也随之升值 此之后 我一直居家写作 主要是关于金融方面的 如果让我给自己一个比喻 我觉得我更像一只眼鼠 每天都在低头盲目 从不关心九霄云脉的事情 而且 一个全力追求物质生活的人 大脑很少生病 思维容易误入歧途的 往往是那种清高的人 对世俗不满的人 活在内心世界的人 我说这些 主要想强调的是 本人一点都不神刀 就是我这么一个务事派 前年却经历了一件离奇的事 如果仔细琢磨 这件事的内核 超过了所有的恐怖故事和电影 2019年7月18日 我出差去了一趟西安 参加在产霸生态区 召开的绿色金融思路论坛 时候想起来 自从我乘坐G665 离开北京西站之后 就有点异常 怎么说呢 我忽然变得抑郁 心情极其糟糕 就觉得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我给太太打了个电话 叮嘱她下午 一定不要忘了接儿子 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 我就是不放心 后来她又追来了一个电话 还是问我怎么了 我就跟她撒了个谎 说上车之后我睡着了 做了个很不好的梦 还被她嘲笑了一番 不过当时我真的有点困 前一天晚上我熬夜写稿 凌晨两点才睡 我以为自己心情不好 是缺脚所致 于是就靠在了二等座上 打算睡一会儿 可是又有了尿感 趁着还没睡着 我去了趟厕所 记住 我离开座位之后 是朝前走的 而厕所在车厢连接处的左侧 我解决完之后 出来朝右走返回座位 我是四车厢六万夫 却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坐在我的位子上 他把花锦卡在鼻尖上 正皱着眉头看段视频 外放的声音很大 我问他 这是你的座吗 他抬头看了看我 说是啊 我以为遇到传说中罢作的了 又问他 你是哪个车厢的 他说 三车厢啊 我说大叔 这是四车厢 他有点不高兴了 大声说 你再看看 我转头看了看车厢的电子屏 真的显示着三车厢 我说了声对不起 然后赶紧转身走开了 心里却十分纳闷 我去厕所的时候 明明是朝前走的 出来之后是朝后走的 怎么会走到三车厢呢 我走进下节车厢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穿蓝T恤的女孩 我记得他就坐在我的鞋对面 挨着过道 这才确定是自己走错了 可是怎么会这样呢 除非我上厕所的时候 厕所从左边移到了右边 但从火车行驶的方向看 他还在左边 另外 如果他移到了右边 那我返回去的时候 看到的就不应该是乘客的脸了 而是一排排椅子呗 想来想去 只剩下一种可能 厕所前后移动了 从四车厢移到了三车厢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后 打算再去厕所试一次 没想到里面有人了 我等了半天 才走出来一个胖乎乎的女人 我跨进去 锁上门 静静数了几十秒之后 才走出来 跟刚才一样朝回走去 这次是对的 我发现一些诡异的事情 总是这样的 它一般都发生在你不警惕的时候 当你发现有问题了 越想越糊涂 只能认为自己记错了 我回到座位坐下来 还是觉得自己可能太困了 迷迷瞪瞪 才闹出了这段乌龙 所以又闭上眼睛 打算睡了 过了很长时间 高铁运行的噪音中 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有点嘶哑 他好像在给什么人打电话 对方应该是个女性 他说 他打算带对方去一趟三亚什么的 从语调中可以听出来 两个人并不是夫妻 一个人在火车上 是跟情人聊天的最好时机 你做不了其他的事 时间还需要打发 配偶又不在身边 四周也不可能有熟人监听 还把平时亏欠的都恶补了 可是我听着听着 就有点听不懂了 这个人给对方讲起了一个恶性事件 好像有个男的被昏托骗去了几万块钱 结果他在商场四楼碰巧 遇到了那个女的 对方正在买口红 这个男的跑过去 就把他揪住了 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和撕扯 后来就围上来了很多人 但是没有人阻止 最后 这个男的就把女的拖出了店铺 这时候 商场的保安跑过来了 他一怒之下 把那个女的从玻璃围栏上推了下去 当场就摔死了 这个社会总会发生一些悲剧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令我惊讶的是 他讲的是后天的事 他开头是这么说的 后天 那个男的去他家旁边的商场吃饭 本来他要去七楼餐饮层 可是到了四楼 他一眼就瞄到了那个女的 当时他正在一家店铺里是口红 这个嘶哑的声音来自我的斜后方 跟我至少隔着一排座位 我需要站起来才能看到他 为了不敢走睡意 我没有动的 继续听 接着他又讲到了那个受害者 他本来没想买口红 他是去商场一层的咖啡厅见个人 他老板告诉他 这次来相亲的人是个教授 一个人生活很多年了 继续丰厚 一定要把他套住 由于时间还早 他就顺便去了四楼 打算买一支口红 如果不是前面提到的时间漏洞 我会以为这两个人在电话里谈一个剧本 但我确定并不是 这个男人讲的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 比如谈到受害者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明天他哥去了他家 他的小侄女偷偷拿到了他最喜爱的那支口红 在墙上乱画 把口红彻底毁掉了 实际上 我的困境早就过去了 听得越来越精神 再接着 这个男人又讲起了受害者的那个小侄女 内容也越来越扯 他从大人的交谈中 或多或少知道了姑姑的死跟口红有关系 他特别害怕 好长时间闷闷不乐 直到长大之后 他从来都不涂口红 扩大到也不化妆 而且性格变得古怪 先后离过三次婚 第四次婚姻刚刚持续了两年多 他老公就得病去世了 随后这个男人又讲起了他的老公 其实小侄女跟着父亲去姑姑家的路上 曾经遇到过他的老公 当时他也是个小男孩 还举起塑料枪 瞄着小侄女使坏 也就是说 这是明天将发生的一幕 再后来 这个男人又讲起了小侄女 跟他第二任老公的孩子 我终于站起来 朝着邪后方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在打电话 很奇怪 我重新坐下来 戴上耳机 堵住了这个声音 过了宝定东 我终于听着老月雨歌睡着了 我做了个噩梦 好像有一道很长的墙 红砖的 左右看不到尽头 上面还有人乱刻了一些图案 它并不高 刚刚挡住我的视线 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体能 绝对可以翻过去 可是我试了几下 怎么都爬不上去 它好像本身就是一个噩梦 终于到了西安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北 感觉它是一座青色的城市 满街都是大嗓门 其中一句印象最为深刻 咋了吗 我住在钟楼附近 第二天跑了趟会场 基本就没事了 晚上我一个人出去逛了逛 走出了不到一站地 吃了晚热腾腾的泡馍 然后就准备回酒店了 可是我走着走着 发现街景越来越陌生 竟然迷路了 我到旁边的一家眼镜店问了问 里面有三个女店员 两个三十多岁 一个二十出头 他们竟然都没听过我住的那家酒店 出来之后 我看见前面不远就是个十字路口 站着个交警 我就走过去跟他问了问 这个交警年龄不大 很帅气 他说他也不知道 我拿出酒店的门禁卡递给了他 他看了看上面的地址 说这个地方可远了 你打辆车过去吧 我有点猛 马上想起了在高铁上厕所的遭遇 难道我年纪轻轻 就老年痴呆了 我问交警 大概有多远 他说 这里是西郊 离你那地方至少十五公里 我说 不对吧 我离开酒店 没走出多远啊 交警露出了有点奇怪的表情 那你咋跑到这里来了 我道了些 然后离开这个路口 打开手机导航软件 输入了我的酒店 果然跟交警说的一样 就在这时候 一辆出租车停在我旁边 司机操着当地口音大声问 师傅 你去哪吗 我看了他一眼 突然打了个机灵 这个人太眼熟了 我跟他绝对见过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但我怎么都想不起他是谁了 他见我没说话 露出利丝对外地人警觉本地人的嘲笑表情 说霞马 我直接问他了 你是不是见过我 他端详了我一下 然后说 每天都拉客人 记不清了 我一边看着他 一边使劲回忆 酒店 绿色金融思路论坛 大雁塔 大唐福荣园 泡摩馆 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说 你再想想 咱俩肯定见过 他说 你到底走不走吗 就在那一瞬间 我哗啦一下想起来 这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司机 就是高铁上三车厢6R的那个人 我说 你真不记得我了 他挂挡要走了 还没等地松开离合器 我一下就拉开了车门 然后马里地坐了进去 这个人跟高铁上的那个人 为什么如此相想 不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心里会留下解不开的疙瘩 他把表一扣 问我 啥地方 我说 钟楼附近的红景酒店 他就把车开动了 我接着问他 师父 你最近出过门吗 他大咧咧地说 两个月前去了趟北京 咋了 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说 完了三天就回来了 没啥好玩的 啥啥都排队 从他的神情和语气看 他真的就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想试探他一下 突然说 你回来的时候 我和你坐的同一趟高铁 他有些惊讶地 回头看了看我 说 是吗 我说 你忘了吗 我还走错了 以为你那个坐是我的 他又回头看了看我 说 你把人认错了吧 我问他 你是三折香吧 他说 那我可记不清了 我从后视镜看了看他 感觉他确实要年轻一些 差不多四十岁的样子 我又问他 你是不是有个哥呀 他摇摇头说 我只有两个姐 看来我就是遇到了两个挺像的人 走了一会儿 我说还有多远 他说 这时间不堵车 几分钟就到了 我不再说话了 外面的霓虹灯花花绿绿地闪过 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 我离开酒店 明明就走出了一站地 为什么坐进了出租车 终于 他把车速慢了下来 说了声 到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 一下有点晕 不是形容词 是真的晕 我确实看见了红井酒店的招牌 但这个建筑和周边的环境 绝对不是我入住的那家酒店 难道西安有两家红井酒店 那一刻 我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了 我说 师父 不是这 他说 就是这啊 我说 我上车之前就跟你说了 我那酒店在钟楼附近 他把车朝前溜了溜 然后微微猫了毛腰 指着远处说 那不是钟楼吗 我果然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宝顶 距离我们应该不到五百米 那一瞬间 我忽然想开了 说 好吧 那我下去看看 然后支付了车费 就下了车 这辆出租车立刻就开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又打量了一下这家酒店 十分确定 我绝对没有见过的 我不打算接着找了 反正我就一个皮包 在手上拿着 随便再找个酒店住下得了 这时候已经挺晚了 而面前就有一家酒店 我索性走了进去 登记 标准房 出示身份证 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我接过门禁卡 上面写着307号 而我在上一家红井酒店的房间 也是307号 我把原来那张门禁卡 掏出来比了比 两张一模一样 包括上面的地址和电话 当时我有些恼火 这他妈算不算重复收费呢 我并没有声张 乘电梯来到三楼 用之前那张门禁卡试了事 没反应 我又用刚刚拿到的门禁卡试了事 开了 我推门进去 还好 里面的布局并不一样 这里的空间更小一些 我把皮包放在床上 拿起电话 想跟太太说说这件怪事 又怕她担心 就放弃了 想了会儿 我又下了楼 我来到前台 问刚才给我登记的那个女孩 你们酒店是连锁的吗 女孩摇摇头说 不是的 我又问 那附近是不是还有一家红井酒店 女孩说 不可能吧 我把上一家红井酒店的门禁卡拿出来 递给了她 你看看这张卡 她接过去看了看 说 这就是我们酒店的呀 我说 不 这是另一家红井酒店的 她在电脑前刷了刷 果然不对 她可能以为这是我复制的卡 看我的眼神变得警惕起来 我把卡接过来 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 说了句 谢谢了 然后就走了出去 虽然极不情愿 但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真的出了问题 我不敢睡 我想去钟楼转转 大钟是辟邪的 可是走出酒店之后 我又不相信她了 既然高铁上的厕所都能移动 酒店都能替换 钟楼还是原来那个钟楼吗 酒店对面有个烧烤摊 没有一个顾客 但摊主依然在那里烟熏火燎的忙活着 其实我第一眼并没有看清那个摊主的长相 想不到他也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当时就定住了 他不就是那个主动要拉我的出租车司机吗 只是现在换上了一件白T恤 看上去脏兮兮的 难道他收车之后又来卖羊肉串了 我忽然明白 为什么我下车之后 他马上就把车开走了 那应该是急着去换装 当我俩对上眼之后 他憋不住笑了出来 然后赶紧避开我的目光 把脑袋滴了下去 他不想让我发现他在笑 我倒一下放松下来了 他的笑头这恶作剧的味道 这很好 不管他有什么目的 只要我确定他是人 就不会那么害怕 我直接朝他走了过去 当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很随意地说 坐嘛 我仔细看了看他 不对 虽然他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很像 但他更年轻一些 大概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难道他是那个司机的弟弟 我直接问他了 你是不是有个哥哥开出租车 他说 没有 我又问 那你是不是有两个姐姐 他愣了一下 说 你咋知道 我忽然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测 我遇到的三个人 其实是同一个人 只是时间段不同 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摆摊卖羊肉串 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改行去开出租车了 五十岁左右的时候 不再工作 四处去旅游 我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顺流 我之前入住的 是很多年以后的红井酒店 他重新装修了 包括四周的环境 也完全变了样子 那时候的门禁卡 当然打不开现在的门 那么 我在哪里 不是空间上的哪里 而是时间上的哪里 这个摊主 不再翻腾那些肉串了 他追问道 你咋知道 我有两个姐姐 我勉强笑了笑 说 瞎猜的 他这才低头继续忙活了 但嘀咕了一句 哈锤子 我这个人 一害怕就本能想跑 不行 我得走 我得回北京 我得回去见我的儿子 可是 我要怎么走呢 我离开烧烤他 一边沿着大街朝前走 一边给太太打了个电话 想了很久都没人接 这时候才十点钟 他不应该睡觉的 我又通过查找手机 一遍遍震的 还是没反应 我忽然想到 我跟他是不是 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我迷茫了一会儿 又在手机上 倒了倒西安火车站 不到五公里 我扫了一辆电动单车 一路导航骑了过去 我骑过北大街 西五路 上德路 一路上都在观察四周 试图发现什么漏洞 旁边的店铺里都亮堂堂的 马路上的车辆 争先恐后的朝前钻 便道上有情理在闲逛 也有孤单的人在急匆匆赶路 没有人注意到 我对他们的注意 我来到了西安站的售票大厅 打算买最继一趟T8的票 22点52分发车 然而正在放暑假 没票了 就在这时候有个小伙走过来 低声念叨着 要票吗 要票吗 我有些警惕地看了看他 他跟我见过的那个三十四十五十岁的神秘男子并不像 这才放下心来 我问他有没有T8的票 他让我等一下 然后立刻打了个电话 很快另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黄牛就跑进来 他虽然年轻 但我看到他之后 马上认出来 他就是那个卖羊肉串的人 我好像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的逻辑 只是好奇地打量他 并没怎么害怕 对于他来说 我就是个买不到火车票的倒霉蛋 他问我要几张 我说一张 他一边四下张望 一边把票拿出来 给我看了看 我根本分辨不住真假 就问他多少钱 他的报价几乎贵了一倍 我用手机把钱支付给了他 低声说了句 没想到 你还导过火车票 他并没有注意听我说什么 收了钱就快步走出了售票厅 我也快步走了出去 广场上的乘客袭来攘往 我再没看到他的身影 接着 我从近站口来到了后车厅 找个椅子坐下来 闭上眼睛 继续琢磨这一系列的奇怪经历 我相信我没有穿越 如果这是几十年前 这个黄牛不可能跟我通过手机交易 我好像就是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 见证了一个人的未来 今天和过去 这时候我已经没有别的想法了 就想赶紧回到北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背后响起了游戏的声音 我回头看了看 后排坐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他正在专心置制地玩着手机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脑袋又晕起来 如果这个男孩和高铁那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站在一起 我肯定看不出他们是同一个人 但经过出租车司机 卖羊肉的摊主 再加上导火车漂的黄牛这么一过渡 我一下就把他们对上好了 没错 他就是刚才那个黄牛的小时候 说起来 我发现那个卖羊肉串的摊主 其实就是我见过的那个出租车司机 也是高铁上三车厢六啊的那个年长的男子 那一刻 我确实恐惧到了极点 后来见到那个黄牛 还有眼前这个男孩 我已经越来越不害怕了 你们可能不理解 我这个人最怕我自己变得古怪 而现在我只是见到了一个神奇的人 他从老到小的变化着 顶多是我进入了一个畸形的世界 但我觉得自己是正常的 这就没问题 男孩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看上去挺老实的 他应该是男孩的父亲 还有个女孩 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 他拿着平板也在玩游戏 我跟那个父亲搭话了 大哥 这俩孩子都是你家的 他看了看我说 是放暑假了 带他们去山东耍耍 我指了指那个男孩说 他游戏玩得很好 男孩玩得正嗨 并不理睬大人之间的对话 他父亲笑了笑说 平时都不让他们玩 出来才把他们解放了 我说 你家就这两个孩子吧 他说 还有个大女儿 跟他妈去洛阳姥姥嫁了 这个男孩有两个姐姐 我更加肯定了 就在这时候 我的车子开始检票了 我起身离开之前 又端向了一眼那个男孩 他正在专注操作 并不看我 他是无辜的 他对我正在经历的怪事一无所知 而且我的心里还有点悲凉 他这个年龄 一定是充满梦想的 但我已经看到了 他并不闪耀的未来 我坐的这趟车 是从成都发来的 很多旅客都睡下了 我找到我的上铺 爬了上去 很快 火车就离开了西安站 嘈杂的人声渐渐平息下去 只剩下火车 哐当哐当的运行声 还有不知道 哪个铺位上传来的呼噜声 此时我已经归心似箭 我认为只要离开西安 一切就会回归正常 我并不知道 还有更怪的事 正在等着我 我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 依然睡不着 掏出手机看了看 太太一直没给我回电话 这不符合她的性格 接着我又想尿尿了 我小心翼翼地爬下去 摇摇晃晃地走向了车厢尽头的厕所 解决完之后 我走了出来 这次我很谨慎 仔细看了看电子屏上的车厢号 确定没问题后 才走回了铺位 回到上铺 我轻轻躺下来 那个呼噜声还在持续 不过多了两个女人轻轻地交谈声 她们的铺位应该在隔壁 我听了一会儿 其中一个是孕妇 怀上二十周了 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但她老公一心想要个儿子 所以才有了肚子里的这个娃 另一个对她说 都这个月份了 最好少往外跑 孕妇则说 她吃什么都想吐 就馋他妈做的饭 这次她就是回洛阳的父母家 我灵机一动 这个肚子里的娃 会不会就是那个玩游戏的男孩呢 我不知道那个男孩的名字 而且这个没出生的孩子也没有名字 我没有任何办法核实 但我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他们聊了很长时间 终于不再说话 我一连听着那个呼噜声 一连继续胡思乱想 我想到了牛顿 爱因斯坦 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有造物主 如果真有造物主 那么他让我经历这种错乱 究竟是为了什么 后来 我终于迷迷邓邓地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忽然醒过来 发现火车已经停了 这是哪一站啊 我醒了一会儿神 发现那个呼噜声不见了 他下车了 接着我转过头 接着夜灯 看了看另一个上铺 空了 我顿时有了某种预感 赶紧探头朝下看去 中铺和下铺都空了 我坐起来 顺着小梯子爬下去 过道上空空荡荡 我前前后后看了看 所有的铺位都空了 这是终点站嘛 我朝外看去 不对 外里一片黑过隆东 不见一盏灯 我第一个念头 就是列车内泄露什么病毒了 所有人都逃了出去 只有我被漏下了 我抓起一张毯子 捂住了嘴巴 然后拿起皮包 就朝前跑去 果然不出所料 整个火车上不见一个乘客 也没看到一个工作人员 我真的慌了 不知道穿过了多少节车厢 最后来到了驾驶室 但青色的金属门上 有个圆形的小窗 四周是密封圈 我透过它 只看到了一堆复杂的操作仪器 并没有司机 但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打开的车门 立即逃了出去 外面是荒郊野外 靠近铁轨的地方都是碎石头 稍微远点的地方是野草 更远处就是一片黑暗了 乘客都去哪了 这是什么地方 我扔掉毛毯 掏出手机看了看 没有信号 我伸一脚前一脚地顺着火车朝前走去 最后发现 它停在离岛砖墙前 我一下就想起了我做过的那个梦 接着我快步走过去 在砖墙下停下来 目测它有两米高 有点像监狱的围墙 我左右看了看 根本看不到这道墙的尽头 我掏出手机 对着这道墙拍了张照片 拍完之后 我点开看了看 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道墙就像一面镜子 照片中的我在拍照 我不敢再拍了 我要翻过这道墙 没有理由 我相信 不管换了谁 经历了我的经历 面对它 都会想到翻过去 我跳起来 搭住墙头 引体向上 然后用一条腿勾住墙头 终于翻了过去 外面同样没有任何建筑 我用手机照了照脚下 好像是一片戈壁滩 我朝远处看了看 真心不敢再朝黑暗深处探索了 想了想 我再次爬上墙 打算回来了 但是还没等我跳下去就呆住了 那列火车已经消失不见 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和事 什么意思呢 那种空间逻辑真的很难描述 我看到的一切 似乎是在某种屏幕上展现出来的 类似无数个监控画面 讲述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 包括每个人的从生到死 画面是二维的 但里面的人和物却是三维的 因此难辨真假 或者说 那是一部多角度的电影 我一瞬间就把它看完了 所有情节都装在了我的大脑里 可能有人会问 它出现在天上吗 还是像农村放电影一样 有一块巨大的屏幕 我说不清 这个世界有点像一口锅 一切都发生在半球形湖面里 我忽然意识到了 这道墙就是世界的尽头 外面就是宇宙之外 最幼稚也是最恐怖的事 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世界 只隔着一堵普通的红砖墙 也许这不是人类的大脑所能承受的 我马上就感到了头痛欲裂 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最后一刻 我在这个世界中看到了自己 我躺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 呈现着植物人状态 而我旁边也躺着一个人 他正是那个坐在三车厢溜辣的男人 只是显得更老了 我已经知道 他叫洪利民 今年六十四岁 我从墙上摔下来 一下就不醒人时了 我是七月二十一日中午醒过来的 当时我躺在病床上 太太守着我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太太声音颤抖地叫了我一声 干香 我的脸上扣着氧气罩 还梳着叶 我想朝他点点头 脖子根本不听使唤 接着我就看见他跑了出去 在外面大声喊叫起来 他再叫一声 我离开北京之后 太太一直联系不上我 他报警了 然而 当天的G665列车上 并没有我的乘车信息 其他所有开往西安的车次上都没有 而且 警方也没查到 我在西安的任何住宿信息 在绿色金融思路论坛的报道信息 以及乘坐T8返回的信息 直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五点多钟 有人发现我昏在了距离北京西站五公里的铁轨旁 那地方在西四环内侧 大概位于金铁家园义区附近 这个人立刻报了警 随后 我被送进了北京铁路总医院 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我太太 她赶过来之后 我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 把她吓坏了 以为我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那么 七月十八日 我乘坐的那趟G665是什么车 我去的那个西安是什么地方 我入住的那家红井酒店是什么酒店 我参加的那个论坛是什么会 七月二十日 我乘坐的那趟T8又是什么车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坚定地认为我去了西安 而且我去了世界之外 那地方并非没有上下左右 就跟我家小区围墙外面差不多 有图有真相 身体刚能动的 我就让太太拿来了我的手机 可是我翻来翻去 竟然没找到我在红砖墙下的那张自拍照 至此 我终于不再那么自信了 看来一切都是我的大脑 在某种怠速状态下的患理 可是 我为什么会昏倒在北京市区内的某条铁轨旁 我还是不服气 对太太说 这个病房里原来是两个人 对吗 太太说 是啊 我说 他没抢救过来 今天早上去世的 对吗 太太惊讶起来 你听见了 我说 我不是听见 我是看见的 太太说 那说明你早就清醒了 我说 你去看看他的家属走没走 帮我核实一下 这个人是西安的 他叫洪立民 今年64岁 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有两个姐姐 他姥姥家在洛阳 他10岁左右的时候 他爸带着他和一个姐姐去山东旅游过 他20岁左右的时候 在西安站倒过火车票 30岁左右的时候 在中楼附近卖过羊肉串 40岁左右的时候 在西安开过出租车 50岁左右的时候 至少来过一趟北京 看望他大姐 他大姐嫁到了北京 他一直有脑血管疾病 今年引发了意识障碍 又来北京看病了 没想到在这里过世了 太太越来越迷惑 你认识这个人 我说你去问问吧 赶快 他说你再说一遍 我记不住 于是我就像背诵一样 又对他说了一遍 他这才跑出去 半个多小时之后 他回来了 告诉我 他找了一大圈 那个人的家属 已经把遗体送到了第一馆 然后全部离开了 完了 永无对证了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礼拜 终于回到了家 我岳父岳母在我家帮忙带孩子 我出院之后 他们就返回了山东 随着时间流逝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渐渐回归了正轨 我的意识也像混沌初开一样 曾经的幻觉变成天空 眼前的现实变成大地 大脑越来越清朗 只有一个小问题 我和太太在一起 免不了要提起我昏迷之后 经历的那些离奇事 我发现 每次太太都有点躲避我的眼神 我问过她为什么 她总是说 没有啊 大概两个多月之后 有一天夜里 我正睡着 突然被她推醒了 我问她 你失眠了 她说 嗯 我说 那我给你按摩下吧 每次她睡不着 我都会给她按摩 按着按着 她就睡过去了 很有效果 我正要爬起来 她却一把就拽住了我 我说 不要嘛 她犹豫了半天 才开口说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 我找到了跟你同病房的那个老头的家属 我马上盯住了她的脸 他们怎么说的 太太支吾了半天才说 那个老头的情况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刻 我的内心突然变得一片凄凉 正如我去过的那道红砖墙 墙外无边无际的黑暗戈壁摊 太太见我不说话 又低声问了我一句 你还知道 别的什么吗 我一下就抱紧了她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